流行經典春網魔術教學 我們先看視頻 無論如何你都不會猜中的 因為我是魔術師 但是 第二顆球 長得 有點像是顆橘子 好 那麼這個神器的魔術到底是怎麼做到的 為什麼把一個小球放進杯子裡面去搖搖之後再拿出來 好 怎麼確認一下 杯子是空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下一個 欸 小球 又冒出來了 好 再次 把這個小球放進口袋裡面 然後 現在沒東西 那下一個 又會變成一個蘋果 好 那麼這個魔術是怎麼做到的 向你來教學一下 其實很簡單 因為這個杯子裡面有一個 你看不到的磁鐵 這小球放進去的時候 假裝拿出來 其實是被磁鐵吸住了 好 放口袋裡面 這個時候 看到是沒有 實際上敲一下 它就掉下來了 這個蘋果放在裡面 先藏好 然後呢 打開的時候順手 把這個蘋果 給它塞到裡面去 好 杯子放上去 小球拿走 下一個 蘋果就 劈出來了 你看懂了嗎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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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淡